一架民航机从镜头前飞过 距离十分接近 这八秒画面曝光后引发争议 因为竟然是无人机拍摄的 这危害了至少在那架飞机上的 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 如果不小心撞进了那架飞机的 直线的那个飞行路径上面 有可能会发生直接的碰撞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民众操控无人机 在杭州萧山机场的禁区乱拍 被强烈质疑可能危害 公共安全 23岁的涉事者袁某是杭州市民 漫晚5点左右进入机场净空保护区 在距离机场8.5公里处 将无人机升空到450米高度拍摄日落 期间拍摄了多架途经的民航客机 大陆无人机公司大江创新 也发表声明谴责用户 并将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无人机在大陆应用广泛 之前也曾经发生 在程序闹区上空 无人机差点撞上战斗机的惊险场景 两机距离只相差几百公尺 为了避免无人机变危机 大陆规定 操纵7公斤以上 试距半径500公尺以外 飞行高度超过120公尺的无人机 操作者必须取得执照 否则就是非法乱飞 记住综合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